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转型为周刊了 而在网络上新生活报在2016年就创立了网站 叫做爱生活i-live post 那是怎么spell呢 就是i-live post post 赶快把它分享出去 如果你还没有帮我们点赞面子树专业的话 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去点赞一下 也请很多的朋友们帮我们点赞还有分享 OK 再次跟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Edmond韦达 我其实本身是来自东马 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直播其实东西 联合在一起 将会为你带来很精彩的脱口秀的节目 OK 今天的直播主题叫做 头发高高歌脱口秀 说到头发高高歌 我相信大家是为它慕名而来的 对不对 那在过去的几天呢 就已经让大家有这个非常非常多的预告 关于今天晚上的这个脱口秀 OK 那这个脱口秀呢 我们就邀请到的是头发高高歌啦 那说头发高高歌我相信大家对它肯定是不陌生的 那它是谁呢 我相信在前一阵子在我们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呢 疯传啊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人就是传 哇 一夜爆红这张照片呢 一夜之间的超多超多的分享点 这个点击率OK 那是谁呢 就是我们这个头发高高歌 跟这个前首相的一张合照 那因为这一张合照一夜爆红之后 他自己本身的感受是怎么样 那今天呢将会跟你剖析他所有的心理层面的这些感受好不好 那当然呢 我们会跟他以这个闲话家常很轻松的方式呢 就是先让大家认识他真正的走入他的世界之后呢 因为我们会让他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他生活上面的这些想法 还有就是他这个人他的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精彩 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呢 OK 那我觉得我们就话不多说 我们要直接邀请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嘉宾 让我们以最多最多的掌声 还有最热烈欢迎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头发高高歌 黄启泰来出场了 有请他出场好不好 OK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黄启泰 谢谢M的帅哥 M的好看的帅哥 我叫黄启泰给我叫黄编泰 编泰怎样传宗接待哦 大家好 刚刚进来就说多多爱心哦 记得分享和关注哦 带你的姨妈姑姐进来 我们直播就对了 今天让你爆笑 好 够够力哦 对 你看这个一开场有没有 就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嘉宾 我已经跟你说了 今天我们请到他简直就是要为大家 带来一个非常欢乐的夜晚哦 他就会跟我们分享很多很多 那说到这个头发高高歌 其实起态 我们就是把你称为头发高高歌的时候 其实你对这个称号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来 不会啊 我觉得头发高歌 怕人家看不到我 至少有人等我 非常非常signature是不是 对对对 非常的棒 OK 来 赶快 刚刚进来的 赶快人数太少了 来点击关注 记得关注和分享哦 不要停哦 让大家进来看 有快乐有惊喜哦 让今天的M的歌给他 风爆一下 又好看了 帅色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两个应该算是双帅了 就是今天晚上会在这边为你 展开一个美好的夜晚 OK 所以像刚才我们 很早又好看 所以我是 哎呦 你这样子讲了 对啊 我觉得我带你 是比较风 比较烧的 可以啦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完全是走不一样的路线 那记得进来的时候呢 记得大家也是要去like一下 我们全民爱生活的这个 Facebook page 我们先请我们头发高高歌 我们宣传一下好不好 对对 记得要like他们的Pacebook 就是这新生活的 OK 肯定要like多多 让他们的那个like直接爆掉 OK 让他们今晚手慌人慌 OK 让他们心慌慌 OK 赶快给他like爆他就要 记得用你们手去关注他们主页 不会的话我可以教你们哈 不用紧 我们自己free OK 可是我华为我少会用耶 因为我很少用 就是在他们这个新生活的人看得到吗 直接按like就OK 用手按哦 不会可以用舌头 不会用脚子手指 按那抽筋就对了啊 刚刚进来宝贝们记得去点赞哦 还有记得点赞他了 也顺便点赞我一下啦 不知道我没有朋友 OK 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好奇 其实在之前你其实都是以这种造型出现了吗 你这个造型其实维持了多久啊 我这个造型蛮久一些了 然后说起来最少有8到8年了最少 8年啊 但是一年比一年高 OK这个就是我们名副其实华人讲的步步高升有没有 对应该步步高升啊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造型也是要步步高升 不可以太低 因为我太矮了怕人家看不到我 所以我要弄高高 你这个矮怕别人看到你 其实你是多高啊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身高跟体重先好不好 163到165哦 我不高很矮耶 163到165来 体重多少让大家知道一下好不好 哈哈 体重啊 58哦 58哇OK 好所以所以在你的这个身高来算是 我是比较迷你版的 我是那种小比较小比较迷你版的 所以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跟你 我跟你面对面的话 可以把你整个人给抬起来 哈哈哈哈 你看我在直播看我就感觉很高 对对对 所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这个signature 完全成功的为你塑造了这个非常成功的形象 头发高高让你整个人变长变高了很多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啊 在直播骗不了人 所以就哎 真人骗得到人 直播就骗不了 但但但弄头发要几久 顺华 肯定比你还要快的ok 一首歌时间就可以了啊 你有看我的那个时间的节目 之前我的节目 在那个其他采访我用两首歌 就是短的两首歌里面就可以打造一个造型出来 就是不是我要我帮别人做造型 就是头发造型也是这样的 好那我相信 ok然后你看有有我们的粉丝也是说 他也跟我讲叫Edmond也来set一下这个头发 我觉得我以我这个场所暂时应该还不行吧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应该可以啦可以啦 所以所以下次我觉得我们爱生活 全民爱生活要来多一个特辑 就是头发高高歌帮Edmondset头发 有没有 还蛮多的 东马有大巴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ok好那我们刚才就大概了解了 我们头发高高歌的这个身高体重 所以大家可以imagine到 其实他的真人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 这个苗条 然后我就已经说了 这样我可以整个应该把它抬起来 所以所以他这个整个造型 我相信大家都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当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从一张照片开始 来跟我们讲一下是哪一张照片好不好 就是跟纳吉哥的 哈哈哈哈 网红跟网红 因为纳吉网红哥 啊 就是那张照片就开始了 要有加上很多媒体 呃就是直接采访也跟着爆起来啦 本来是低调了 那只要不小心就爆了 哈哈哈哈 其实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会遇到纳吉呢 我的前首相来会给他这张合照来 在那里合照 就是会有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突然间遇到他 然后呃会拍一下这张照片 因为之前上个前上个月我在KL因为我也是去出学活动的东西 然后我就住在呃就是KL的一间的酒店就把Vision对面的咯 所以我就 刚好我们就吃了Dina回家 然后就感觉呃 吃了Dina回家 然后我们就要去scan那个头咯 然后我就反 就有人推开我们咯 我就想谁那么大力咯 然后我就反过去 哇 真的网红 这个真的是网红蛮大力咯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就碰了这个 所以过后呃 我的朋友就有说 可以跟他一起合照吗 然后他就看我朋友一下 他的眼神看了过后 然后他在看我一下我就吓到 然后他说哦 OK OK KMTUGETEFOTO 然后就拍照 那之后就很搞笑那个画面 拍了就直接走了 你觉得那时候你跟他拍照的时候 你觉得他的人怎么样啊 很高耶很高耶很高 很高啊 有很多朋友在旁边 但是我有问过朋友啦 我们跟他合照真的是我们的 呃 就是我们的福气哦 因为很难可以跟他插合照 呀 OK 所以因为那一张照片之后 我相信一夜爆红哦 在各个吹水战啦 很多很多的page哦 都被share到够够力 然后其实其实当时候 这样一夜之后 你的照片被share爆之后 其实你是有expect到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吗 嗯没有耶 因为其实我在酒店之后 那几天也是有 差不多天天都在直播啊 就突然那几个 那个晚上过后就是爆哦 就是跟他合照 过后各一天早上直播就很爆哦 我的那个直播就两千多哦 要进三千 是你自己发现吗 还是朋友来讲 喂你的post已经给share爆了哦 这样子 呃 share到爆然后突然间感觉上 这个人气提升到那么够够力啊 OK 那其实你的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I mean before你都已经有在做出直播啦 这一方面的东西 但是因为这个一夜爆红之后呢 你觉得有什么变化你的生活 变化就嗯 更多人看到咯 然后也比较多 呃 业配的工作啊 也很多 还有采访啊 这些就不一样的生活 我去后就变成呃去那里都要很小心啊 然后我最近回来 冰城 因为我红了上个月都 我都是住在KL 差不多整个月没有回到来哦 这个月回到来就去喝茶啊 吃东西啊 都会很多人合照那些咯 要就有一般的学生就铁粉啦 然后他们就要求出去外面合照 就很害羞吃东西 很多人看着哦 哈哈哈 平时 OK 那你讲的那些重点 很多人找你合照 你讲会害羞 但是心里有没有爽先 有没有爽 哈哈哈哈 肯定是爽啦 长这样的脸 没有人拍照 太害拍谁了 哈哈哈哈 所以平时 平时你出门都是以这整个 这样好看的装扮出去吗 I mean 衣服穿到够够力 然后头发也是这样子高度啊 这样子都是这样子造型出去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如果我们 其实我这样出门也是 平时出去都是会打扮 打扮的 所以我们只要在路上看到的 那个类似这样的造型的人 应该一定就是你了对不对 哈哈哈哈 头发哦 以前是有的时候有绑起来 但是现在都是梳头啊 比较多哦 然后都是呃 所以工作都是打扮这样哦 花花莉莉 因为衣服全部都是花花莉莉 哈哈哈哈 人生有充满了彩色 那今天我们的主办当局其实有讲哦 其实我们的头发高高哥呢 他讲今天要问什么问题都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 你确定吗 所以啊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啊 可以要求可以问啊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有什么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 我都觉得 呃 你应该你过去不可能比我的酸鸣 还要厉害的 ok 也对也对 好那我们先来一个问题是我们 很多人都在问了 关于你的脸有没有整过这个问题 我很多人都在问 我相信很多人 share照片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comment 所以来我们先让头发高高哥来为大家剖析这一个问题 赤裸裸的告诉大家好不好 来 呃 整的话有啊有啊 就鼻子而已哦 鼻子啊 鼻子而已 啊 所以鼻子是打filler还是啊 放filler还是放什么东西 就夹体而已啊 夹体啦 那我觉得其实你鼻子整到还蛮成功的 就看上去是蛮自然的一个高鼻子 我放一点也不好 因为我是放这一点也不好 我就跟他讲我要做普通哦 因为我本身的鼻子也是高了的 因为我是做鼻梁一点也不好 然后这里没有 还不要给我做太夸张 因为脸也没有打针什么啊 那他讲不用 下巴也不用做啊 他讲都Ori 因为本来是要把下巴 呃就是磨骨了 他讲不能很危险 就是后遗症很多啊 就是听起来过后可能讲后会流口水啊 类似 这样后遗症很多 就是尽量 因为我还就是很严重嘛 就还OK OK 好 那其实你出了 都会说 为什么你去整下巴枕那么长 我想问他 那么啥去把下巴枕那么长 也开罐头咩 还要擦死你了 不然我就要打批哦 他们还讲 他们还讲下巴尖道可以读人 下巴尖道可以读人 他们讲 所以下巴其实会不会是你鼻子以外 其实你一个觉得蛮好看的一个部分 嗯 OK啦 以前会记得读书的时候会像马脸咯 然后长大的时候这个很值钱的东西 哈哈哈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专门去把下巴弄长啊 把它弄尖啊 对对真的 哇 所以我觉得 对我觉得像我们的头发高高哥 他今天看开场 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mindset 就是讲 其实不要去care别人讲什么 就是你觉得你要做自己 就是做自己 对呀 你能讲这个东西对吗 没错我觉得 要给人感觉就是舒服啊 无关力气就好啦 其实就没有在意说 你整就怎样 但是我整的好看又怎样啊 有本事你去整哦 不是每个人整都可以成功啊 还有整的好看啊 还有顺眼啊 所以真的不是说嗯 该整一方整都好啦 不要太over 我觉得太over 变成呃 自己都会吓到自己 不是我啊 哈哈哈 他看我的IC找不到人 ok 当然有很多人会讲 哎呀整个脸不只是鼻子整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要跟大家就是讲了 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 因为男生都会化妆的嘛 其实有很多东西加上化妆的话 其实也会突出个人的那个特色 个人的五官 对不对 头发高高哥 来 对对对对真的 因为五官也是很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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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形象给人家感觉就是 哎舒服咯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化妆师啦 就是一个形象很重要的 所以出去嘞 就是你的脸就是代表你自己的招牌咯 连你自己的脸都不注重的话 人家去外面给你是化妆师呢 所以你这样邋遢 其实因为我去外面工作 接很多工作的时候也是 明明是一般的化妆师 但是顾客减于我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样子就感觉专业 因为你一开始就给人家分数 就是满满感觉 我很信心 这个人一来就是感觉 我很专业 你就已经赢了 不管是什么行业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就是讲直接一点 就是卖相很重要啦 就是样貌这些去那里 人家都是会看第一眼的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我脸长 不是头发高你不来看我啊 也没什么好看的我跟你讲 真的没什么好看的 听我讲话呢 我这样飞的人 你们今天有更飞哦 所以所以所以 所以我觉得头发高高高 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出来 就是做自己之外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 讲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 我觉得就是你不管在任一个行业 我觉得一个形象 来讲都非常重要 你要做出一个形象 是符合你的这个职业 当然像头发高高高 刚刚有提到 他自己是一个化妆师嘛 那来简单讲一下 就是现在你其实有在 从事着化妆这个行业 还有些什么东西呢 带哥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现在我现在是做个化妆 化妆是接新疆那些 还有教个人化妆的 都是有去那边 比如保险啊这些啊 都有去里面教他们个人造型这些 因为我觉得造型 因为出来见人都很重要 还有我本身也是有做这个 就是online的那一个系统的东西 就是走这个系统化 像Sopi买卖的那种 生法团队用 就是我现在是帮助做这个系列 所以就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啊 或者年轻老少都需要不用准化的方式来帮助大家 在本来可以赚一笔钱 然后在MCO的时候 就是不用去做一些微商 因为微商要准化 你看MCO有很多人去借到的容量来准化 而我遇到的是不需要 因为只是有做肯定会有 不用准化计划 懂吗那些新加坡那里都有 所以我就在MCO有帮到很多家庭 没有得做工的那些老人家 年轻的都有五六十岁了 他们可以在本就是他的努力啦 肯定他是有一个四到五位数咯 肯定他的努力 所以每个人努力都不一样啊 我听你讲了这番话中 我觉得好热习哦 就是不单止自己成功 而且是你还带着很多人 在MCO期间改善他们的生活 对不对 而不是你做每个行业 不是你一直在赚钱 而你在影响别人当中 你能影响人家成功 你肯定你自己就能成功啊 你连自己都不爱自己 连身边朋友都没有照顾好 也加上你去做一个团队也好 你去建设他们 你连他们都没有带好 你肯定以后你的人格 或者是你的 就是你的人格之间 也是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你会不平衡嘛 如果你是平衡的人呢 你就会给他们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每个人都会尊重你 让你讲什么 人家会轻松你 这样你的人格一定是很好啊 嗯 OK 那我相信我这样子听了你讲 这个这段话之后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关心身边的人 那好不好 来我们这个问题 就是你讲一下你在心里 你最心爱的三个人是谁 哦 我爸爸我妈妈 哈哈哈 爸爸妈妈现在有在看Live吗 哈哈哈 我妈妈有 我妈妈应该看 因为我妈妈每次 如果我有在我妈妈家的话 我在做Live 他旁边会support我的 我妈妈是 所以是 所以是你最大最大的supporter 哈哈哈 我妈妈最大的supporter 有时候我在家煮菜啊 或者直播 化妆啊 女生啊 他说你的奶不適合了哦 你要瞧好一点你的奶 然后他讲你煮菜的时候 你忘记放东西 或者网友会问我 你的蝦指指甲 我妈妈跟他讲 你的蝦已经八完全不交了 你算不到了 哈哈哈 我妈妈扭她 我很快就要邀请我妈进来直播 哈哈哈 对对对 我觉得下次大家要认识一下 头发高高歌的妈妈了 对对对 因为你的家庭也是很重要啦 这个 我觉得 我也是要有妈妈支持哦 对 肯定我相信你的家人给你的支持 肯定在这整条路上 不管是你的事业啦 包括你在网络上面这一方面 肯定给了你很多的support 对不对 对对对 家人也是很重要啦 就是不管你 年轻人也好 就是做妈妈的肯定要鼓励孩子 就是 不管他做什么都要给他去学习 因为只要我妈跟你讲你学一样 你就比人家更值钱 而你不是他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会做 他去尝试是 好像我长大我过后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所以他就自己会奔赔啊 因为自己跌倒自己爬钱 而不是每天扶着我走路 不要给我跌倒 但是我一跌他就是go了哦 你要想看 所以家里人的培养是很重要的 要给孩子一尝试不一样东西 以后你的孩子就是独立 好像我就是比较 妈妈会training啊什么 就是 懂啊 就长大我过后 只会自己飞在飞去 也不用担心 这样多 好过你管那么多 以后你的日子 你更难过吧 嗯 OK 那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我发现到 有在网上 就是我大概去看了一下 很多很多 关于你的post 有很多人给了comment 这种 OK 其实comment当中 有没有拿一些comment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了之后 你真的会有一点点的heart feeling 一点点都好 有没有 嗯 就有啊 有一个人写的话 他讲 你妈妈生你到这样 就觉得我妈妈生我 这样有问题 OK 我妈妈去PM他 我妈妈讲 我妈妈讲 我很快要去PM他了 哈哈哈 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 我们会觉得就是在网络上 因为很多人就是 我们就是称之为酸民 很多人就是在键盘上面 就是可能用语言来攻击很多人 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 可能你攻击我就好 但是你为什么要讲到我家人啊 这方面 所以可能在这些方面 你会有一点点的 很像觉得哎呀 不舒服 这样子了 因为讲为什么是你妈妈 生到你这样子 对不对 其实 酸民来讲 我也是会问他们一个几个问题 他们自己都有心理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第一 他们会批评别人 他们心里很不平衡 第二 然后你会 我曾经有问过酸民 为什么你会去写别人 因为我们看得到 他会在 就是跳水站什么 他去PM说 哎 写行我不男不女啊 或者写我 怎样要会在别人口面写别人的东西 不好了 我问他 为什么你要这样去写人呢 嗯 然后他就讲 就是 他自己本身的一些 家庭的方面会影响他 就变成他心里想的东西 就是 不能平衡也 会一直妒忌人 就是他的心里 就是 创伤这样 所以我觉得 就 能的人 我就跟他讲 其实 知识没有什么的 只要你看开 你就记得别人是 你自己辛苦罢了嘛 为什么你不要往一边 好的方面去想 你一直想不好 那个地方的东西 你做什么都不顺啊 为什么你不要去写 比较开心的东西 就比如 OK今天想 出门 天气会很漂亮 我会想哇 很美啊今天天气出去 就像下雨我觉得是很爽 OK 不是那种 negative 哎呀今天下雨啊 不能出去的啦 下雨先咯 就是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那种心情的人 然后你参加 negative 我很想一巴 等他转三百老 我是不用急 我觉得下雨是很美的天气 OK啊我觉得 就是 心态很重要 不要去想念 negative 就算 有下雨或者是不好的东西 我们要想开而顺起自然而过 而不是去介意那么多 你介意以后都是你辛苦啊 呀 所以你看啊 刚才我们的头发高高高 一直在重复就是你心态 然后要positive 不要negative 所以 所以其实你 你是有经历过什么事情之后 让你对人生 有这样子的一个启发 还有想法吗 就是可能 因为我之前看过你其他的一些访问 那你有分享过一些 影响到你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些事情 来好不好 简短跟我们讲一下 是什么事情 让你改变了整个人生观好不好 ok 就是很简单来讲 就是应该很多人有看过我的那一个 呃 就是有看到我的报导这些咯 所以呢 每当 呃 我懒惰还是什么时候呢 我就会 看回我自己的伤口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的伤疤有多么深 我在一个月里面开了三次的刀 所以每当我懒惰或者是 呃 不开心我会看回这个 这个 我有什么 逼人家 更 不好的东西 至少我还活着当我辛苦的时候 产费的时候睡在船上 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 你要想看那时候你一无所有了 那 你有钱也没有用 家里人是最重要的 就是那一段的时候 家里人就是赔到我活 我妈妈讲 不管你 能不能以后活下去 家里人还是支持你的 所以那方面 我还是不会去想说 呃 会把 离开这生活 我还是很努力的 活下去 因为我妈妈讲 不管什么的时候 还是要 坚持想开啊 这些啊 就是我妈妈讲 拜佛佛东西 就是讲的东西 就说呃 你能的话就是 呃 想开不管家里人都会支持你 要 就是从我一处 就是一处宴的时候 呃 再加两项过后 开始能动的时候 我觉得 每一方面我都看到 很开很开 啊 啊 要做什么就去做就好了 就去尝试啊 这些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哦 不要把自己再 呃 逼下去想要你不好了 就是 你想要你开心东西 你今天过得就很快哦 然后连在医院 你是 呃 认识很多护士啊 然后时间就过得很快哦 那到现在 有很多年了 我们还是 会有跟那些护士联络 我觉得 嗯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是个缘分吧 到现在 是一个朋友这样 所以 所以是因为那件事情 所以让你慢慢就是看清了 就是啊 整个人生 其实我们应该 就是人生很短嘛 其实为 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很negative的想法 去面对每一天面对的事情啦 包括别人给你的抨击啦 别人给你的一些不好的comment 所以如果我们活在别人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这个抨击之下 反而影响其实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对吗 对对对 真的如果 不管 你跟人家讲你是在介义人家的 话题啊之前 你真的是每一天很难过 人家讲 哇你很矮哦 那你想 这种东西有问题吗 但头发很高 你很难看啊 有人讲 哎你的舌头啊 很长啊 或者下巴啊 哇你不觉得你的下巴很丑吗 中文有丑得很自信 你怎样 有问题吗 我的下巴顶到你的肌甲吗 我老 我真的很搞笑啦 我去PM那个人说 哎 我就讲谢谢你的分享啊 你还进来 还关注我的Instagram 我还要去follow他 我讲没有什么 我觉得你的心态有问题吧 为什么你这样讲的 你不要开心 这样让你开心哦 反正我没有什么无所谓的 只要你开心 我还是给你多多爱情 OK 让你小路乱爽 让你觉得你写了这东西 以后你多时间还是多时间 你看回去你觉得这样写的东西 对吗 你这样写的那肯定 同样的 做人是一片镜子吧 一片镜子 你今天做 这样讲人 你同样 你还是会 反射给自己吧 人生就那么简单 OK 有孩子 同样你孩子也是 反射回你 因为我爸爸以前都是这样讲人家的 所以你要知道心态是很重要 你会影响你的下一代吧 所以就是我妈妈也跟我们讲了 今天不要去欠人家 你今天欠人家 你下一世也是还不完的 所以就是做人 今天是一片镜子吧 今天你对别人好 人家对你更好 要想好的东西 就一切都是很好的路走 如果你每次想那些不好的 肯定那个镜子反射回你 你还是走回一样的路 你还是天天在迷路 在那迷宫吧 好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的这个抨击点 很多人的comment都会在于你的形象方面 好那今天我们回到你的形象上面 ok 那除了头发之外 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 那今天如果我们讲你卸妆之后 你一天就是起床之后 你只可以画一个部分 你会画哪一个部分 化妆 哈哈哈哈 应该没有画也不用醒吧 其实我没有画中都可以这么的 其实我脸都一样啊 其实 应该没有什么 不用吧 没有那么好画 你是不是对自己非常非常有信心 对吗 对啊 因为我脸都没有什么啊 就自然啊 ok 好 好那 头儿走自然路线也是很多人看的 哈哈哈 ok 好 那今天还有一个话题 那如果今天一觉醒来哦 突然间发现你自己变成了女生 ok 那你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你会先磨自己的哪一个部位 哈哈哈 小部 我大了很多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 就是感觉很想很想很想感受这个东西很久了 有没有 哈哈哈 没有啦 就是我觉得 我是比较好奇心的 ok 就觉得很好笑啊 你的 啊 我就可以前面冲人后面 后面再人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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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那时候你跟这个纳吉哥 ok 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就爆红嘛 那现在我们要快问快答我讲好几个人物 然后我我想要我们的头发高高跟用水果来形容这些人物好不好 哈 哈 哈 我还可以说 我可以说你try过啦 就是你现在非常熟悉那天跟他合照的 那几你会用什么水果来形容他 呃 哈哈哈 啊 红毛丹 哈哈哈 为什么是红毛丹为什么是红毛丹 为什么是红毛丹 哈哈哈 好 好 那我再 哈哈哈 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他的太太罗斯马 你会用什么水果来形容他 哈哈哈 罗斯马 啊 啊 我看不到耶 他的老婆能这样啊 因为这样合马 可能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你觉得他的头发比较厉害 还是你的头发比较厉害 他的头发比较厉害 还是你头发比较厉害 我的头发比较厉害 哈哈哈 对 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粉丝 来 还有他不能让我合照呢 是不是 来 粉丝们快点投票一下 你们觉得是罗斯马的比较厉害 还是头发高高高的头发比较厉害 那我们最近的时间 来 赶快给我做多多爱心哦 看罗斯马的比较厉害 打罗斯马打1号 OK 如果是2号 啊 如果喜欢的打上2号啊 肯定很多打上2号来 赶快 在线宝贝们给我做多多爱心哦 给你们打上2号哦 啊 小破头发高高高高的话刷一波222 刷一波222 刷一波222 然后我们趁这个时间 我们再呼吁大家 尽快就是在把我们的直播 分享出去 你是说我1号还是打2号 你2号对不对 1号是罗斯马的还是你 对对对我是2号 你不要弄罗路乱咧 就这样小路乱撞 好可以打上2号 有啦 有啦有人开始投票了 开始投票了 开始投票了 哈哈哈 有有有我看到很多 打上2号咯 亲爱宝贝哥 那你赢完了赢完了赢完了 赢完了 当然啦 因为我不是在马来厂 我在马来厂肯定输他了 哈哈哈 哈哈哈 OK 好 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啦 OK 好我们来到一个比较认真 比较严重的 好 谢谢大家投票哦 那你们 好 好 OK 很多人投票 都是支持你啦 都是支持你 对对对 OK 来我们来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了啊 因为我相信你刚才讲了那么多 你是一个非常正面 你对人生的态度 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positive 非常的正面 OK 所以 那在钱和爱情和美貌 这三个东西 你会怎样去排名 哪一个是最重要 排住下一二三 钱 爱情 还有美貌 好不好 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三个你会怎样排名 美 啊 钱哦 美貌哦 还有爱情哦 钱 第一 为什么呢 为什么钱是第一 来跟我们讲一下 嗯 在这时代有钱就有人生啊 哈哈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不对 真的现实啊 所以如果你没有钱 又真的是 什么都做不到耶 现在的时候 不是说 人也是要不要做啊 但是钱也是要掉进的嘛 你没有钱 就是 阿伯不打 double layer了 一叻 呀 那你 那你竟然把爱情放在最后 一位我这三个的时候 那为什么呢 跟我们讲一下 OK 呃 样貌很重要嘛 你有样貌了咧 肯定 爱情会来哦 你 你放爱情在前面啊 不可能爱情当面包吃嘛 对不对 这实在是没有可能的东西来的 OK 你有钱肯定有爱情啊 你自己看电影不用给钱嘛 不可能有爱情就不用给钱了嘛 对不对 很现实的东西 然后样貌也是要靠钱 保养出来的啊 也不可能爱情只认你的脸 脸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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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 对不对 可是他们就负负责 要找另外一半啊 这样 你给他们的劝告是什么呢 很难讲耶 这个 好像有很多来私聊我 这时候他们分手很多年了啊 然后还是那种阴影啊 这些 我有讲为什么 有男朋友女朋友都好 没有关系 只要 不管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要做好自己啊 你连自己的那个心态也没有做好 你要怎样去爱别人呢 亲爱的 就算你分手了 你是有一个好的心态 你是会为自己而活下去啊 为什么 每天为别人而活很累耶 这个 我不会多一点时间培养我的家人啊 这些更好啊 就是可能对孩子 或者对家人对另一半啊 但是感情的方面真的是 呃 如果 只能讲爱就爱啦 不爱就不爱啦 就是这样不了啦 我是比较直接一点的 不要浪费时间的人来 OK 如果在一起也好 不要吵架 要什么直接讲开 OK 不要什么 啊 酸酸苦苦啊 一大堆后面来的 我很累的那些 哇有故事了 所以不要有太多的那些负面东西 也要的直接讲清楚 要长久耶 肯定什么要看开 什么要直接讲很摊牌的 OK 大家不要有疑心 啊 因为每天睡在一起嘛 肯定有什么摊牌的讲啊 要在一起呢 要有想法 未来的东西啊 啊 怎样完成家庭啊 那家庭要为小孩子啊 就是一起付出 而不是因为 有结婚了 哇老公会养你啊 啊 你们这些想都不用想 OK 连自己都照不了 一直要靠人家 像如果有一天他不在的话 你马上吃给人家 对吗 所以不管男女都好 呃 我觉得在一起就不需要一直 跟另一半 呃 感情啊 或者是工作方面 肯定要有自己的啦 比较重要哦 对 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应该先完善好自己 个人本身的条件先 不管是在金钱独立啦 还是在于思维上面 我们想要达到一个成熟度 然后再去看爱情的方面 对吗 对啊对啊 很重要啊这个 那 那我们 那我们的头发高高哥 来个我们小小声透露一下 现在是单身吗 还是 哈哈哈哈 OK 我现在啊 呃 我也不 啊 算单身啦 暂时是算单身哦 啊 我可以这样子听起来 有一点story的感觉哦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暂时 不要啦我还是不想 呃 在恋爱中哦 就 OK 因为呃 很难耶 因为哦 我另外一半会次处死掉耶 因为 我每天呃 就是 工作没有时间 然后每天也算搬家 我会跑来跑去 嗯 然后 生活上也 每次要出现很多活动啊 男女这些 所以他会次处死掉 OK 因为全部都很好看 哈哈哈 嗯 OK 好醉 现在是事业为重啦 生活了才能找 就是 呃 先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那种习惯啊 自己哦 才找另外一半 不然你会害死别人了 害死别人了 啊 所以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这些弟弟妹妹哈 听下我们的头发高高歌的劝告话 先完善好自己 不要整天那边 逼 逼 是不是这样子对吗 所以先先完善好自己 你不要给他分手哦 很累哦 哈哈哈哈 那你自己很复杂耶 对 你看我们有粉丝说 应该有追求者咯 这样子讲的话 有没有追求者 现在应该很多吧 有啦 追求者是会有啦 只是呃 没还没有想要这样快啦 因为呃 好好去工作啊 好好陪家人 ok 啊不想害到别人哦 哈哈哈 ok 好 那那那因为因为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呃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这一种 呃名称啊 比如说我们一夜爆红了就这样啊 这种网红啦 啊KOL啦 这种东西啊 就是就是在网络上可能直播很红啦 然后或者在网上人气很高 但是我们都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人都会说 其实这种人气啊 有时候就是你会 一夜爆红呢 有可能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其实在你的整个呃 奋斗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有没有遇过人真的低潮气呢 就是啊可能你觉得哎呀 事业可能不怎么样啦 做什么事情都不起劲啊 那这样子有没有曾经遇过 嗯没有哎 我没有去想那么多的我 因为当我的人数开始 我我是真的 我不是网红ok 我是这么回去死吧 我真的不是什么网红哦 真的真的因为 我不想做网红 因为我觉得很多 因为 成为自己变网红 害死自己 因为真的很多年轻人 害死自己 第一嘞 网红真的是 就像一朵花 它会开到很灿烂 但是卸得很快 所以我是要做那个大树 很稳的大树 很稳的大树 就是那个稳稳的 最重要 因为很多做网红就是要打扮哦 要出门拍照啊 这些啊全部都是要钱啊 然后要名牌要show off啊 然后都是都要打卡这些 然后也是有些要靠关系上位啊 我觉得 就变成害死他的人生 因为他没有钱 他就会去找一些 比较赚快钱的工作 我就觉得 这样害死自己 也这么 我觉得网红方面 红不红都关你屁事咧 我觉得 做好自己就好了啊 为什么 网红有人罵好当咧 我觉得 网红又没有出工钱给你啦 哎呦 我觉得 这么不要为自己赚更多一点 如果每一回事 OK 自信那回事 网红又另外一回事 这么不要把自己管理好了 把自己样貌给自己更多赚钱的东西 而不是绝美 你要去拍照这些 你就是给人家拍拍拍 要丢来丢去 根本 嗯 不用一个星期你的照片就很快 你就不值钱了啊 呀对 所以 所以就是讲到最后 还是把自己经营好 所以 反而我们如果是 你一直往网红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 可能你会给自己设 在一个框框当中 那反而是你一直经营好 你自己的品牌 你自己本身做到最好的话 其实你还是会被人家看到 对不对 对啊 因为你不会过时啊 因为自己是不会过时啊 好像做回自己而已啊 好像像你这样 哦 我们就做回你的主持人 之前你也没有说我是什么网红 做回自己 就打文章就对啊 就打好你的基础 不管什么风雨 你还是一样过啊 我觉得就不有什么差别啊 所以 对 如果是网红 没有这个 那个 嗯 这样 来你说你说 哦 没有人这样可以啊 所以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在你人生当中 你觉得没有 遇过什么低潮的东西 让你就是 这个意志消沉什么 是因为其实你一路以来 都一直在经营住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而且你就是觉得 只要是正面的态度的话 其实就算你遇到人生低潮 你也不会觉得是低潮 对吗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对啊对啊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低潮不低潮啊 不要讲钱啊 钱的话我觉得也是要看开啊 来的也是很多啊 上去也是会啊 这些是 你要从人生开始啊 你要想第一个 所以你们在观众里面知道啦 OK我们人生来是空的 OK 我们我们以后的未来也是在下面的 同样的我们来空的回去是空的 你不用去想什么 Million S什么 到最后下去你也是零的 OK 所以我们人生零开始 是看你能在这个零的时候 怎样巅峰过而已 看你怎样把握你的人生 而不是一直在拿那个钱 自己管到自己很厉害 这样我觉得是没有什么 那你那么positive啦 不管是人家给的comment不好啦 还是你人生遇到这样多的事情 你都可以以正面态度去度过嘛 那我非常好奇 其实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底线 就是有没有人可以 弄到你的底线自己的 就会 哇一下子火都来的那一种啊 有没有这样子 你有底线吗 其实 我会划但是我划是三分钟 我会反过去骂两句 过后我还是跟他 我还是我的心会 如果朋友会 我会笑很大 他生出来 然后骂 对他我说字 要字啊 要反过去跟他叫 很难的 我就是会跟他吵 但是表面 我会吵到很凶 但是我也可以玩到很疯的 我觉得很难的 因为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对别人发脾气啦 因为这个是不好的东西 今天人家对人家发脾气 让你的人格就有很大的不好啊 你今天发脾气 同样以后人家也是会对你发脾气啊 所以就是说 不管网上 现在有任何 任何的留言都好哦 没有一个东西是会触碰到你的啦 就是 I mean 同样的 你去 OK 人家骂你的话 你去骂回别人 是那个火 再烧火 这样变成 大家就两败俱伤啊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去让人家 好 海过天空 就连好过一点的人生 你一直去跟他争吵 那个火又不散 你自己又烧到自己 我会必要照这么辛苦耶 所以我不要觉得 反正他骂我吗 又不是弄到我的家 没一条毛啊 反正没有什么了 我觉得他们开心 他们骂的开心 我是开心啊 没有关系人家来看我直播 骂 反正多一个人数 OK 好 那目前为止你经营的这些事业 包括你是化妆师啊 这种东西 其实在你小时候 有没有曾经想过 其实你长大 他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或者做什么行为 没有耶 其实我的小时候 跟我的车化之后的想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以前的时候 车化之前 吃个爆点来啦 来 来 宝贝们来个做多多爱心哦 要给你们看劲爆的总机啦 不是罗兆啦 来我们来到今天晚上的高潮了 来高潮来了 啊 可爱又迷人的 一个小宝宝看到吗 可爱吗 哎 他很亮耶 我关 暗一点点 啊 这是我还没有车化之前的那个照片 给他回脚 哎 好的 可以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看到 你看到 他的条 啊 ok 看得到吗 看到 就是 很丑 以前是肥肥啊 要 个性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以前是不会化妆 不会保养 然后脸还是那种果爸 各位看 跟我还没车化之前 这 两个人睡醒 真的 我真的是一场车化啦 变了整个人生 以前是那 我 是那种可以修理摩托啊 那种可以吃完啊 然后就是鲨鱼这种的东西 我是做初工的人来的 然后跟我现在的是 两个差别很大的人 人生 连性格全部都变到完了 以前不是不会讲话的 就是因为那一场车祸 对 所以反而不会去讲啊 想回以前 反而是因为这一场车祸 改变你 改变你的你的人生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相信你对你人生都非常满意吧 对不对 满意啊 这样开心 没有 就是 不管遇到什么时候 真的平静 还是不平静都好 总之 这条路就是要走他去就对了 不管开心不开心 还是过了 因为自己的生活是自己做主啊 终于不要往方面去想好了 然后我车祸过后 也是 很多人讲 这样多啊 八痕很丑啊 这些我觉得没有什么 反而那个八痕可以影响我 讲起那些 不管我在什么的时候 我会只会想起那八痕 看下 他会提醒我的人生会更好 就会提醒我 做什么的时候 都是要想到家人啊 本身以后的路就是不要想那些走歪的路哦 我看到看到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 comment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粉丝哦 给了很正面的这些 support啦 他们都是讲 哎呀你做回你自己就好了啦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都很support你耶 来有什么话想跟这些粉丝讲的来 对啊 谢谢你们一直来看我的直播啊 也知道 因为我是传达正能量嘛 会来找我的人肯定是正能量 而不是负能量的 在这些宝贝们一直来关注我 看我的人肯定可以在我直播就是每一天 可以很快乐啊 可以学到不一样的知识啊 还有就是生活如何去想开 而不是在纠结这些不好的东西 然后还有在感情在事业中 就是有时候 让啦我觉得 看开或者让人家你的生活就好过一点哦 而不是去纠结那个一毛钱 OK 就是那一毛钱害死你 还有就是吵架那一分 那一分钟的 一分钟就是害死你的 前途哦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多人就是会被这个东西害死 所以反而就是自己让了一步 退了一步之后 就觉得 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小事对不对 对啊对啊 我觉得是小事啊 人家讲草州 没有什么 只要你的心够定的话 看开肯定 后面前途是五量哦 你的人生是完美的 每一分都是完美的 就像你们那么晚美无暇 他可以 我可以遇到你们 他是我的人生 OK 是我的那一个 我的好心 那那那那来到现在这个时间了 我相信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 差不多高一段落 OK 那我们来再来就是想要很多朋友想要了解 也就是我们的头发高高歌 其实就是 的爱好是什么 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东西啊 他们很关注这个东西 我觉得 我平时 最近的东西是做直播 就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对于我身体 因为我的保养之类 还有就是在家的话 我可以在家很充实每一天 就是最近会直播 然后运动还有饮食这些吃 是我比较注重的东西还有煮东西 好 最爱吃的美食是什么 来 潮州美食吧 就是那些小吃 因为我本来 我本来不爱吃饭的 OK 所以 我之前没有吃饭了 就是 就是一直吃那些 OK 所以等下一次 等这个 这个这个病情过去了之后 我过去找你 你会带我去吃好料对不对 是吗 你是在西部还是在 我在 我在沙巴 沙巴 可以啊 9月 9月有飞过去 但是 不懂啦 MCO如果真的没有意外 我就真的有飞过去 机票也买了 是20多号 有啦 会飞过去那边 去美人余岛 我不懂 他们安排的就是去吧 OK 好好好 那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希望可以跟我们的这个 头发高高的合照一张 你只要我可以 一夜之间爆红呢 对不对 哈哈哈 我希望 如果你真的能 我拍照你爆红 我可以攻击你 我真的 我能祝福你真的 能的话 我会影响全部的一起红起来 真的 大红大死 OK 来 刚刚新年宝贝们 记得关注哦 他们的主页新生活 OK 让你们人生美满哦 每天活得很精彩 所以你要守到最后 在我们可能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也看到我跟这个帅哥 就是做很帅的头发咯 所以你们观察到最后 可以有惊喜有快乐的 我们不会给你摆回来的 OK这边 有人问我 他讲是 介不介意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让你改变 你的人生观的这个疤痕我 我疤痕很长耶 不要人间人数太少 我不要给你们看 你们去播放我的主页 OK 记得去follow我主页 头发高高哥 等我心情好 我就给你们看 OK 现在我的心情还刚刚好不好 好好好 那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希望头发高高哥 就是给我们所有 所有在直播间的日常朋友 就是 有哪一些话你想对他们说的 那不管是算名也好 支持你的人都好 你想传达一些什么信息给他们呢 我刚才也是差不多了 想到差不多也是 来去也差不多了 就是来看 也谢谢大家 抽时间来看我的直播 也谢谢大家 就是记得关注 还有不管在直播也好 在生活上也好 就是爱自己多一点 才能爱别人 然后管好自己 不要去想那个地方的东西 然后你们也不要写太多 来找我讲你们的故事 OK 我怕我很快就变那个耶稣 可以保护你们 心灵导师 你是不是就心灵导师了 哈哈哈 真的心灵导师 不要说心灵导师 很累啊 然后每天在培养人这样 哈哈 然后我的孩子这样 我觉得 来最后 最后的最后 我们让我们头发高高哥 就是 再次宣传一下 你的自己本身的page 你的IG 你的Facebook好不好 我相信很多人 很想去关注你 然后想要 get update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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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去关注我主页 黄奇泰 就头发高高哥 我的IG是 我会打下去就可以了 你直接去follow follow不用给钱了 OK 记得follow专注和点赞 可是在这里很多都是我的 很多都是我自己的宝宝耶 哈哈哈 但是我打下去了 我的Instagram是QITI 七泰面 OK 你们可以去follow 还有我的主页 我要like OK 你们去关注可以了 还有记得去关注新生活的那个page OK 他的关注是不用给钱的 OK 记得多去看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 帖哦 每天因为人生美满哈 每天有不一样的好消息 可以传达给你们啊 很多有知识的东西 要去学习一些比较生活上的东西 不要每天躲在家看不看没有的 去看这些有意义的东西 也不要看我太多 我会教坏你们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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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我觉得今天整个小时下来 就是跟头发高高哥 就是起态聊天之后 我觉得感觉上感受到很多满满的正能量啦 最重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 怎样讲呢 他的性格很outgoing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见面的话 我们变成很好很好的朋友耶 哈哈哈 哈哈哈 嗯我觉得会很疯的 因为呃 加上你在Live看哦 是在讲笑而已 好像前几天我会遇到网友 OK 就是在喝酒的地方 哈哈哈 他等会在Live还要疯狂 哈哈哈 哈哈哈 好那我 管到很疯就重要 我觉得 我期待有机会 给我们的头发高高哥呢 面对面哦 那时候可能我们又可以做一场直播 我来让大家够够力一下哦 哈哈哈 啊 什么都可以的 我们只要去 OK 大家就是关注我们头发高高哥的这个 IG啦 七泰面是吗 man ok 然后有面子书的page是头发高高哥 对吗 对对 打头发高高哥 你们去google都给serve到啊 哈哈哈 OK 最重要最重要 头发高高哥就是一直在为我们这个全民爱生活 就是说 大家必须要关注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直播 当然这些直播当中哦 就是好像像今天这样 我们知道了很多 呃 头发高高哥的秘密之后啊 他的想法之后啊 当然每一期的这个全民爱生活的live 其实都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的嘉宾 更加谈不同不同的话题 给大家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资讯 ok 所以希望大家去关注我们全民爱生活 记得i live post这个网络 赶快赶快去live post ok 来来post 记得去关注哦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尾段了 是的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头发高高哥 真的跟你聊天 非常感谢 等下我就要去追踪 最终你的那个IG 那记得要follow回我啊 哈哈 记得去follow他ok 啊 and you好看的小哥哥 记得去follow他的 我等下就直接去追踪一下我们的这个 要期待头发高高高哥 所以我希望他赶快赶快就是来追踪回我 所以下次他9月来沙巴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更静悲的消息传给大家 哈哈 你会认识会很难忘 你是每天认识这样疯的 哈哈哈哈 ok 再次感谢头发高高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在座边的朋友 谢谢大家 来我们头发高高哥 跟大家说声拜拜 好朋友好 多多爱你摸摸呆 感谢你们看直播 爱你们亲亲